唉 我觉得我名神要拜这一次了 你要不要用我这个锅子啊 总学你那次是火不够大 没有关销 因为这个其实火不能大 你现在大概完成差不多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二十吧 认真讲 认真的因为它这个整好 要蹲很久啊 不然这个药材爆出不来 那个药材的味道 你饿吗 这个酱不怎么咸 没什么味道 好吃啊 就香香的 我觉得它 比较适合拿来就是 弄在 汤里面 我买一个碗 你原本应该 就随便了 做苦茶就用草帽吗 有别的碗 啊 你用这个装啦 这个 用这个装的话 啊不然你用古斯基装好了 诶 是有香的诶 我跟你说还不够香 我跟你说 我可以喝了吗 我可以试喝吗 你不想 你喝了就知道了 你调味了没 调味了啊 没有 因为它药材不够 肯定OK 我跟你说 可以吗 可以 它只是 是不是药材味不够 还要蹲多久 原本嘛 还要多一个小时 嗯 我跟你讲 那这两件非常好喝 这汤真的好喝吗 好 你没有 没事 你现在结束了 你可以认真地说 难喝死 开玩笑了 很好喝啦 难熟了啦 那我要喝一个 我们两个就这样 品齐这个汤 然后 你不能夹肉啊 没事啊 没有啊 减肥啊 没有 如果 你知道吗 其实 这个汤 如果再咸一点点 嗯 我就会拿来泡饭 我跟你说 它原本就是 应该是咸一点的味道 反正就是因为熬的时间 没那么多嘛 对啊 诶 等一下 我也要那个 你们试试看这个 你看味道怎么样 好 可一般我们的那个油条 还会再更脆一点 很棒 真的好喝 好喝 我跟你说 那我跟你说 你去马来西亚 你会爱上那个地方 手机忘记拿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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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